主議長你知道現在早餐如果要加一顆蛋 要多少錢你知道嗎 一顆蛋大概是 就是在市場上一顆生蛋大概是 十個的白蛋大概七八十塊 我跟主議長報告 為什麼很懇切的希望你能夠考慮到民生 因為我們現在不是在跟你講說 一台金蛋多少錢 你要考慮到的是 不管是年輕朋友也好消費者也好 他每天早上吃早餐的時候 你知道現在加一顆蛋要加十五塊錢 在外面也不是台北 也包括南部 我們都畫面都給你看 南部的地方 他同樣的他加一顆蛋要加十五塊錢 所以不是不是不是 我要講的就是說 你那個end user 你現在跟我炒十塊錢跟十五塊錢 主議長你真的是很無聊 我現在要想跟你講的是說 消費者他在所使用的時候 那個物價一旦上漲 他是回不去的 我要拜託主議長 因為你自己拿的薪資是公務人員的薪資 你沒有考慮到老百姓實際上面水生火熱的情形 第二個我要跟你談的就是我們的薪資的情形 你自己的新聞稿上面有講說這個中位數的薪資嗎 沒有吧 你告訴老百姓的是講說 你老百姓的薪資平均數是六萬塊錢 所以人家講說你六萬塊錢怎麼來的 不要講說張宗摩平一般的年輕人的薪資 你不要講就直接上面講說有學者專家就講說 林非凡的九萬塊錢跟超商的三萬塊錢 平起來的確就是六萬塊錢 這個就是你主計總處 我不是這麼平均 我不會用只有兩個人的平均 我們不會用兩個人的平均 我們是調查全國的各個單位的平均 但是我跟你講主議長 雖然你這樣講 唐鳳嘛 唐鳳他就直接打臉你 你知道嗎 唐鳳這個數據 這個數位部的他講說這個數位青年的計畫裡面 數位青年計畫他講說他給了三萬七千九 他給的三萬七千九呢 是比一般的要多5% 所以他現在在增裁 他的三萬七千九是比一般的多5% 回算回來是多少 三萬六千零九十五塊錢 他跟你的六萬塊錢差很多吧 所以打臉你的不是我 打臉你的是 打臉你的是 數發部的部長房部打臉你的 所以我才會講說 你不要數字管理私當 你不要報喜不報 我要嘛 我做的不是說這些年輕人 我必須每一個年齡結診都必須搞亮 我是跟你分享經驗啦 你愛聽不聽 如果是你個人的事情我也不管啦 平安講 但是因為這牽涉到全民了 第三個我要告訴你的 就是平復不均 你知道有多嚴重 所以你用平均數來講 絕對是錯的嘛 平復不均現在亞洲地區的平復不均是怎麼樣 是我們是全球 我們是亞洲 亞洲地區我們是第二名 第一名的平復不均的地方是什麼 新加坡 所以你要面對現實 你今天不是那一個東西 是用平均數來看 你現在很嚴重的事情是說 實際上面的情形 它是平者越平 負者越負嘛 所以你看看你自己的這個 這個痛苦指數啊 我們看看你的痛苦指數 你的痛苦指數 等一下嘛 我再跟你分享 會有你講話的機會嘛 主記長 你不需要說 主張委員的發言 人家在跟你分享嘛 還沒到問你的時候啊 還沒到問你的時候嘛 因為你顯然這一些的知識不足 所以我才必須要跟你分享嘛 我不承認我知識不足 你是知識不足啦 因為連那天總質詢的時候 連那天總質詢的時候 蘇葵都請你就說不要講 先聽一下人家講嘛 你每次不聽人家講 我剛剛前面已經講說 通膨跟物價的 在去年就告訴你了 你如果有一點點心去聽人家講 然後回去消化一下 也不至於說你晚了一年 然後才去講說 講的情形是跟別人去年跟你講的嘛 所以拜託你你好歹你自己個人的事 平安獎主記長我沒興趣啦 這個是牽涉到全民的事情好不好 你看一下這個物價指數的這個 這個我們講說富者越富 貧者越貧 這個報告實際上面顯示出來 你拜託看一下低所得家庭 對他的物價變動對他的影響3.24 高所得家庭對他的影響2.92 報告上面有的東西啊 但你不看啊 你不看我就只好花這個 我執行的時間來跟你分 但你知道今天呢 不是剛剛不是已經給你看了 就是說新加坡第一名 我們第二名 你不認實際上面 但你報喜不報憂啊 你現在不讓老百姓知道實際上面的情形 你這個是撕裂 你是撕裂 老百姓撕裂 就是讓貧窮的人跟富的人 你是撕裂整個社會 你是罪魁禍首 那我要講說為什麼你是罪魁禍首呢 我們再講說為什麼你是罪魁禍首啦 我們再接下來講 很多人就講說 很多人就講說 我告訴你就說 預算法的不管稅入稅出的這個部分足跡處 你是作為一個執政黨的一個大掌櫃 你有沒有責任 你當然有責任啊 你該怎麼樣子去做 該怎麼樣子去分配 你心知肚明 你知不知道老百姓在這個疫情的過程當中 經濟的發展呢 基本上來講他是很差的 可是沒有 你不告訴蘇魁 你不讓院長知道 然後你就講說 我的收入很多 稅收很多 操增很多 然後呢 再用去美其名說 喔不是操增啦 是因為稅入編的保守啦 所以他不叫操增 這些呢 就是講說 你報喜不報憂的 最明顯的證明 我們講高端的部分 我們問高端 高端的部分 你每一次 我先請教主記長 我現在請問你了 就拜託你回答 你前面說我沒有讓你機會 高端你去查了沒有 高端 你有沒有查 高端他現在的價格 我問你你有沒有查高端 我沒有權利去查 但是你今天主記總處 主記長居然講說你沒有查 那我再講另外一遍 高端的部分呢 你以前面呢 你講說實際上面來講 你給了 你給了衛福部多少錢 你給了衛福部多少錢 我要告訴你的說 因為你這個大掌櫃啊 沒有按照法律的 净職的一個結果呢 造成的情形呢 就是我們今天的 那我講說稅收的部分呢 你本來就是你的職責啊 我不用大家的時間 可是我們的包括上面 你的 什麼稅收是財政不負責啊 你原來預算法的規定裡面 就講說你主記總處 應該要做什麼樣的事情啊 比如說預算法45條啦 預算法66條啦 預算法68條啊 裡面講的除了主管機關之外 還有你主記總處 還有審計部啊 決算的部分不是只有審計部而已 你主記總處也要做啊 你今天在國會殿堂裡面 大言不禪的講說 你沒有資格查 你做的事情 你作為一個主記長 你連我們中華民國的法律的規定 預算法的規定 連主記總處要做什麼事情 他要有缺失的時候 你沒有查 你怎麼知道他有沒有缺失呢 你這是荒唐嗎 所以你已經有一個既定的立場 今天高端啊 他都在昨天出來發新聞稿 他都已經講說 政府補貼他的錢是多少錢 但我們覺得很奇怪啊 政府補貼他的錢呢 明明從他的財報上面看出來是五億多啊 昨天的新聞稿上面出來的是四億多啊 那這個東西白紙黑字四億多五億多 他有沒有數字差 有啊 他是不是你除了這個審計部應該查之外 你是不是也應該查 是啊 因為不管預算法 不管政府採購法裡面都規定 你該做的事情 今天你不做 你就是失職 你就是對不起全民 我沒有 謝謝 你有